所謂的大學社會責任 就是把社會利益共同把它給提高 那我們希望社區 我們也希望產業 甚至包括環境都能夠永續發展 所以我們希望把這個技術導入之後 帶領著學生做實境教學 跨語教學 讓社區的利益共同提高 當初我會做溫泉這個計畫 也是因為我這方面的轉場 所以我跟經濟部學歷署 跟原住民主委員會有合適的中心在 那我實際上每年輔導的原住民的朋友 去開發溫泉 我就深刻的體驗到 一個能夠實踐我大學學者理想的地方 所以像譬如我現在在幫台南市政府 去做扎哈姆的一個開發計畫 那岸邊去那個地方 大概原住民主委員會打算在那邊 做一個原住民創業中心 那現在十組團隊都在我們家要做受訓 那有包括六組是做文創的 是主日做食品的 在這個過程裡面 實際上就是把我們帶領技術導入到原住民朋友 他們商品的改良開發 我們希望這個東西能夠永續 我們希望原住民朋友這些開發的東西 都能夠有得到很好的商業利益 讓他們能夠持續開發 具有原住民特色的產品 那我想這是大約社會責任的精神 我們希望透過從過去文娛權的經驗 我深刻可以體會到 家藥其實有很強的量能 包括我們在醫藥方面 包括在健康方面 包括現在在蔣樂佛創新方面 有很好的發展 我們實際上可以從這個區塊 去協助做社會利益共同的提升 是的 我們可以參與 最主要是我們阿聯真的是人口老化 然後我們的醫療也真的也不足 所以在發展其實真的 你說經濟真的是停滯 所以我們那時候也很幸運的就是說 剛好家藥這邊有一個USR的計畫 真的很感謝他們就是也願意這樣子 把這個資源投注在阿聯區 然後我們就想說來做一個 雙軌共過在社福的資源這邊做結合 然後社區的體力需要一些 那個學生跟社區的資工 都需要再增加它的強度 再另外一塊就是 銀髮的健康也是很重要 所以我們也推了一個 銀髮健康享食的經濟計畫 然後再去連結社福的一些資源 這樣的話我們才能夠在社區這邊活絡起來 所以我都覺得說 很幸運阿聯社區為一個示範的場域 然後讓學生進來 透過學校的一個專業的領域的話 一起去做 藉由他們的舞蹈 我們的社區也能夠再改善 阿聯在這個區塊裡面 我們除了做居家仿制之外 我們大概就應用所謂的數位科技技術 來做遠距的一些看診 遠距的用藥的資訊 我覺得這個都是老師的技術 而這個技術是落實到社區 這些社區裡面就可以因為這個樣子 而得到一個社區一個社會利益的發展 光明安靜鳳梨可能它有一個產銷失恨的問題 它也有所謂的農業的問題 我們在光明那個地方 我們就請像譬如一些生活系的老師 包括我們一些院長 參與系的老師 包括老夫系的老師 我們糾納進去之後 我們幫他做產品的改造 包裝行銷等等這些區塊 那這是我們老師擅長的 那我們就陪伴著業者 把一個好的產品有去開發出來 環織系他們好幾年 大概至少兩到三年 都會進到星光社區去做一些社區營造的工作 這個真的是很強 就幫忙蓋地公的家庭、土甲的家庭、做竹編 就是很多年輕人覺得是苦力的事情 可是他們做得住這樣 對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幫助地方很多 社區營造可以帶給年輕人的是 跟地方的互動之外 還有一些傳統的記憶 這幾年下來的觀察 我覺得大學期間 如果有在地方 在一個社區做了什麼事情 其實真的對於他未來的影響蠻大的 接觸了這麼多學生 一般三、四十個 然後會對地方上面有感動的 其實也沒有很多 可是我覺得多了那一兩個 真的是差很多這樣 所以我們還是會持續地接待 接納這些學生 關於地方在一個人 心裡面身上種下一個種子 那其實還是蠻重要的 他不一定是留在館廟 然後反正到別的地方他有一些感觸之後 他也可以為那個地方服務 我覺得這個是 USR計畫最大的一個亮點 他沒有辦法給委員說 馬上看到說什麼計畫的數據啊 量化的能力啊 什麼的 可是他對於地方的影響是蠻大的 實驗做USR就我自己的認知 其實對老師來講是有一點辛苦 然後你除非有很好的熱忱 你才能往下去做 所以我們也在思考 從過去這幾年的經驗下來 到底怎麼鼓勵老師 投入更多能量來帶領的同學 去做社區實踐的工作嘛 所以我們有所謂的 大學社會責任的微學生課程 那學生在做社會參與的過程裡面 有學問可以拿 那我也希望老師藉由這種教學實踐 實地教育實踐嘛 實境教學 他不是在教室上教學 他的成就是在於社區參與 帶領著同學去獲取 或者是得到一個社區的認同 而且是能夠得到相關的成就 把他的技術觀念出去 這一種老師 實際上我們也要給他像譬如升等 大學社會責任教育實踐的升等 我覺得是對老師最大的鼓勵 那我希望在後續 不管在參與的老師裡面 我希望不要讓他們覺得說 我這樣投入很辛苦 這個辛苦是要有一些 對等的代價在的 是你作為一個大學學者 一個大學生 不是分數能夠肯定你的 有的是肯定來自於社會大眾 來自於我們一般外人對你的觀感 那這種是心理上的滿足 也是一種雖然你付出了 但是我相信這個對一個 我們之所以為人 這個責任心 還有相關的 明報物語的心 我希望能夠得到更好的發揮 這我相信肯定 有外界肯定 也有自我的肯定 我希望參與的這些老師師生 能夠有一個更好的一個價值在 自我的價值在 有一些三四代的小吃 然後可能就在一般的市場裡面 但是他可能對於外來的遊客的 食品安全衛生的觀感沒有那麼好 家藥的幫助就是導入一些新的觀念 因為有些在地做久了 他可能跟外界接觸沒那麼多 然後其實家藥給了很多一些 不同面向的連結這樣 然後有一些給他們上一些課程 讓他們了解說食安的課程 食安的訓練這樣 希望以食安來帶動就是整個市場 然後大家都知道說 關廟的這些小吃啊 伴手禮是符合食安的 那後續怎麼做 實際上就要看我們家藥的市場上在哪裡 那像台南市有食安聯盟 那現在可能會組建交棒到我們家藥來 那食安是我們學校很強的一個強項 這個食安是跟到大眾利益有關的 下一次食安聯盟大會會在我們學校舉辦 那我現在正在跟校長一起整合 學校相關分析警察中心啦 食品系啦等等那些科系 我們希望後續能夠對台南市的食安貢獻我們的心力 這就是一個科技的導入嘛 那再來我們實際上跟企業的合作 我們也要再加強 因為設計是一個局部的 我們希望這些技術能夠導入到 像譬如產業 導入到企業 這個能夠更大規模的改善相關的一些社會利益 那我也希望我們來提升相關一些像老人家啦 或者是弱勢團體參與的意願 那在企業面來講的話 我也希望鼓勵老師針對相關有關一些環境議題方面的 或者是說一些跟社會公共利益有關方面的一些議題的一些深入的研究 那實際上學校有些配合款 那我們來做的一些事情就是 來增加老師的一些技術研發 那這些技術研發希望跟社會脈動是有關的 那我們希望從社區慢慢逐步走向產業 那從產業逐步走向人群 像食安食人群嘛 我們希望這個家藥相關的一些大學社會責任 能夠從聚焦再擴展 然後有更多同學的參與更多老師的參與 這是我們後續的目標 然後在理論臨間 顏色都保持現在要 senior在地上 歸至兩名斌 總會IN 鞈查看 數 Eltern 簽請 其案 Fazee 太星話